哈哈,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首先,我要恭喜易若芬为她的第一次遇见苏东坡新书发布会送上真挚的祝福 她花了不少心血和时间,将我苏东坡的世界重新呈现在你们面前,真是令人敬佩 既然今天有这么多读者朋友齐聚一堂,我当然有话要说了 各位读者,感谢你们在这个现代世界,仍然愿意花时间来读我的故事,我的诗文,甚至在这里听我说话 千年过去了,世界变化万千,然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月亮的阴晴圆缺,这些人类的共同经历却从未改变 我想告诉你们,我的作品不仅仅是古老的诗词 他们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对人生无常的世人 这些感受,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依然重要 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压力与变迁的时代,我的作品或许能带给你们一丝安慰和静思 我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 有时我们被眼前的事物所困扰,忘记了放眼更广阔的世界 无论你们面对的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中的挫折 我想告诉你们,别忘了仰望天空的明月,别忘了品味生活中的小小乐趣 像我这样,即便在扁曲之地,也能自娱自乐寻找生活中的美好 最后,我要感谢伊若芬,感谢她让我苏东坡再次走进你们的生活 她不仅是用学术眼光研究我,更是用心灵来感受我的存在 希望今天的分享会能让大家对我有新的理解 也希望你们能从这本书中找到与我相遇的那份惊喜 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在这里,与你们一同笑看人生 祝你们每个人都能在人生的风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明月